位于五股立体停车场一楼的市场 是地方上手做工友市场 将于6月18号到26号展开市营运 全馆共有104个摊位 贩售各类生鲜蔬果、肉类、水肠海鲜、杂粮及熟食 全都应有尽有满足民众的采买需求 6月18到6月26 为期9天的营运时间 是早上7点到晚上7点 有104摊的摊商 非常用心的准备了非常丰富新鲜的食材 来迎接明天正式的一个市营运 也欢迎所有的乡亲好朋友 丽玲来给我们指导来采购 为迎接采买民众的到来 各摊位正经罗密鼓的装潢布置 期许给民众一个整洁舒适的采买环境 同时每个摊位均有发放100张摩采券 只要民众在市营运期间至各摊采买消费 就可以获得摩采券 每一摊我们都准备了100张的摩采券 然后有我们的市长会 莉林到7月1号正式开幕的时候 来摸出这个重大的一个奖项 我们的这个最大的奖项 非常的诱人哦 是1万块钱的买菜金 五股工友市场自治会长徐美慧表示 市场将在7月1号正式开幕 届时将会邀请市长莉林指导 同时为市营运摩采活动 抽出万元采买金得主 欢迎大家永越前来买的越多 机会越大 记者回宣无故采访报道